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而知身 讲一讲很简单的几句 可以提醒大家 为何要学戒 为何要受持戒 这些要知道 众生为何不能从生死烦恼中解决出来 为何生生世世要轮回于生死 六度轮回受苦 为何不能从生死苦海中走出来 这是一个大前提 为何要学佛呢 就是要了脱生死 离苦得乐 第一件事一定要离苦得乐 了脱生死 然后迈向阿罗多罗三妖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而成佛 起码要了脱生死 这是很重要的 要了脱生死 一定要从生死烦恼中解决出来 我们为何有生死烦恼呢 就是因为内心有虚妄分别 内心有颠倒 心经叫做颠倒梦想 我们要远离颠倒梦想 颠倒梦想是什么呢 无名如痴 我们虚妄分别心 即是执着 对于五蕴 色受想行识 认为五蕴里面有个我 执我 色受想行识 就是我 执我 除了执我 还要执法 他认为能够了别 五蕴皆空的智慧 是真实的 是有的 是有智性的 这叫执法 执了我 又执法 所以 如果要 远离颠倒梦想 超脱生死六道论回 一定要 从修心里面开始 一定要消除 内心的烦恼 如果有外境 有所缘境来的时候 我们的能源如何能够调伏 调伏自己的心 能够消除自己心内的烦恼 才不会作业 不会作业就不会受报 那如何消除烦恼呢 烦恼有很多种 如果根据遗识学来说 有二十六种烦恼 善的只有十一种 善心所十一种 烦恼心所二十六种多 我们只要靠什么 因为烦恼有粗有势 我们粗的烦恼 稍为有善根 或者家庭的教育 时常 教他是做好人 做善事 那种的学佛者 粗的烦恼容易应付 杀生偷盗 邪淫妄语 这些粗的烦恼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是做事不对 这是专骗人的 这是专讲妄语的 这是邪淫的事 这些是偷盗的事 粗的我们 容易 见得到 也不是容易的 一定要有善根的人 或者家庭教育 有先天和后天 先天有善根 后天有家庭教养 有些连先后天也没有 就不断作业受报 所以 后天的家庭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你有先天后天 有善根 有家庭教育 你可以对付 有些粗略的烦恼 可以调伏 但小的烦恼 比较小的 只要靠定位 去调伏 怎麽是小的烦恼 我心里面忽然起了一个贪念 我心忽然起了一个 悉心的念 忽然起了一个偷盗念 忽然起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念 忽然起了一个称威的念 有时候你不知道 因为自己不够力量 如果单靠自己的定位 去面对烦恼的境界 我们的定位 往往不够足够的力量 去降伏烦恼 为什麽 为什麽我们的定位 不够去 降伏烦恼 因为烦恼是无量的 大家 归医的时候 是怎麽发愿的 众生无边 誓愿道 烦恼无尽 誓愿段 烦恼的境界是无尽的 有一个烦恼 就要有一个对峙的方法 佛陀的广律 就是对峙烦恼起的时候 比丘 犯戒的时候 用这个律来对峙 所缘的烦恼的境 所以就有广律 佛陀是十二年之后才有广律 对峙每一个烦恼 之前就没有广律 然后有广律 开始分有四分律 五分律 十进律 摩开争旗律 根本一切步律 是后来分的 这些 有境界现前 对峙境界 就有界律 境界是无量的 但无量那么多 我们不能立无量那么多界律 所以我们就有 比丘二百五十戒 比丘三十三百四十八戒 居士图里面说 有三归有五戒 不杀生不偷渡 不邪人不妄议不饮酒 有八戒 甚至乎 有菩萨戒 这些 对境 自己可以联想到 都是粗境 而立的戒 如何 才有足够的定位 去降伏烦恼 主要是靠 持戒 因为真正持戒 一定要透过学习 才得知自己的行为 是否与戒律相应 所以 持戒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居士受了戒之后 受了五戒之后 得到戒体 还要恒常去护持 掌养这个戒体 令到防非止恶的功能 能够日益增长 所以要学戒 holders Kyum 不但许戒 不仅仅基 受戒 Ramsay 当然持戒 还要学戒 学戒 Aff 这是终身的事业 为什麽呢 烦恼的境界无量 你怎样学得完 但虽然学不完 我们也有一个规范 有一个规范叫戒律 所以居士一定要知道 戒律持戒的重要 为什麽再重复一次 烦恼是由何而生起 烦恼是否由外境生 是外面激怒我 关我什麽事 他骂我 我便骂他 烦恼根本是你的能源对所缘境 而生产烦恼 所以《知词记》中说 业无自性 必假缘生 缘须众多 不出心境 由境发独 构造成业 境从外缘而生 独从心而发 独是什麽 贪亲痴 就是独 贪亲痴心 所以 当你身口对境时 由意而产生烦恼 对治之法 是先粗后势 先以戒对治粗境 既然以定为对治内的势境 若你粗境也对不了 对治不了 康复不了 怎样对治势境 我们通常戒律 如果以捉贼来当一个 譬如 贼为烦恼 我们只是一个譬如 所有一切境 是烦恼贼 戒能够捉烦恼贼 捉住他 捉住他 他会走的 定是绑住烦恼贼 为灭烦恼贼 要灭尽烦恼贼 你才能够 康复你自己的心境 所以 我们要记得 一定要 对境 所缘境 你的心能源时 你能够 懂得如何以戒对应 所以居士是要学戒的 如果你不学戒 虽然有个戒体 你没有防非止恶的功能 所以居士学戒 要知道戒律的开 遮 饭 轻 重 方便 等等 别人问你戒律的开遮 饭是甚麽 现在我和大家review 重复 从温故而知身 戒律的开是甚麽 开是exceptions 开即是什麽 许可理 通常声闻的戒很少开 很少说 你不准做这件事 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可以可以做 声闻界的开 exemption 是很少很少的 是很 很严谨的 你不可以这样做 不能开的 很多不能开 不能开完 菩萨界就有很多开完 如果我们说菩萨界有很多开完 开完即是说 虽然你不可以做某件事 但在很多情况之下 是准许你做的 有很多开完 为什麽 菩萨界有这麽活 可以有这麽多开完 大家知道为什麽吗 因为你做度众生 十波罗蜜里面有方便波罗蜜 如果每样都密守成规 你怎麽做众生 所以有很多开完 例如病戒 若病戒病的人 自然有人照顾他 而你自己要修行的时候 你不去探病 开完 你不用去 因为你知道有人会照顾他 没有人会舍弃他 这些是开完 叫做开了 遮 决定不准做的叫遮 禁止的叫遮 禁止外来的禁止 禁止不准做的 prohibitions 慈 慈 有止慈和作慈 犯有止犯和作犯 什麽是止慈 止慈 而是你身口业不准做的事 所有的恶事 止 你要受持 止不准做 作慈 作慈是要做的 有些事你不做不行 什麽是作慈 作慈 有两个 一个是被动的 一个是主动的 饭也是有被动的 有主动的 慈的主动是什麽 你要行善 要有揭磨法 要忏悔 要结下看居 要有自事 这是你要做的 actively 去做的善法 passively passively 就是不准你做的事 有菩萨界不准你做 很多事不准你做 二百五十界有很多事不准你做 这是指慈 不准你做的 犯有止犯和作犯 作犯是actively做的犯 犯了身口二三叶 恶的事 这就叫作犯 止犯 我坐在此 我什麽都没有做坏事 但我又不去修行 我又不去探病 我又不去诵经 我以后是懒惰 我没有做错事 我自己懒惰 懒惰也是犯 是作犯 在菩萨界里面 蟹苔 是非呼掩起 轻点 是非呼掩起 这些 basic的概念 简单的 为什麽要学戒的概念 你时常都要在你的脑里面 迂回着 时常 告诉自己 为什麽要学这个戒 不要忘记你的初衷 因为背了戒律 背了戒律 那头也犯戒 为什麽 你不知道学戒的目的是什麽 你只是从文字里面执着了文字 所以你最重要是 知道学戒的原因 好了 第31届 不同时戒 第31 若菩萨 住律仪界 见众生所作 以亲恨心 不与同事 所谓私良诸事 若行路 若如法轻利 若田业 若木牛 若祸增 若吉梅 若福业 这是不同时戒 第31 若菩萨 住律仪界 若菩萨 住律仪界 若菩萨界里面 见众生所作 什麽是安置律仪界 大家知道 三罪淨界 涉律仪界 涉善法界 涉众生界 三罪 罪的意思是 类别 涉善法界 即是修一切善法 菩萨行道 修身口以三业之善 回向无上菩提 要刀涉六根 修六道波罗蜜 这是善法界 涉众生界 遥益众生有情 要广化一切众生 以慈悲喜舍 利落一切众生 那是涉众生界 但还有涉律仪界 涉律仪界 是所有界里面应该遵守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安住在律仪界里面 见众生所作 凡是众生所应做的善事 应做的好事 见到众生 你自己受了菩萨界 安住在律仪界之中 守着菩萨界 见到众生 所应做的善事好事 见到别人做这件事 以亲恨心不与同事 以亲恨心为何解 即是不喜欢 不愿意 有妒忌 不愿意帮忙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自己受了菩萨界 他不知道犯 见到别人 我要做某某的善事 他有一种妒忌心 你做善事 你想好报 或者你有好报应 我何必帮你 我帮你 等你早点有好报应 我何必帮你 有些人有个妒忌心 若你这样 怎样 犯戒 你以不愿意帮助别人的心 亲恨心 妒忌心 就算犯戒 举个例 所谓 施良诸事 若行路 若愚法轻利 若田业 若木牛 若祸增 若吉悔 若福田 不与同事者 是名为 犯众多犯 翻译这部 《戒经》的时候 是古代翻译 古代的交通不方便 有些人去远行 如果身体很散弱 他想找人帮忙 找人作伴 你不去 你明明是有空的 他想做某件善事 或者去到扶贫 去到一个很偏僻的地乡扶贫 没有人帮他拿东西 或者没有人作伴 你自己有时间 为何要帮你做善事 你发起这心 这些钱是你的 我帮了你 对我有何好处 我不去 我不帮你 若行路 若愚法轻利 他做了很多事龙工商的合法善事 在家的菩萨可以帮忙 出家的菩萨亦可以帮忙 你不去帮忙 若田业 即是那些属于好的事 他要耕田的 要养活 或是他将田的收入 是做为善事 你不去帮助 若木牛 即是古往说木牛 若和增 和增即是调和糾纷 若吉会 有些人有庆功宴 有些善事 他要善庆聚会 你不去 你不参加 你不帮助 所以 受了菩萨戒的人 对于做善事 是要很积极的 有很多人做善事 你做善事 又不是我做 我为何要帮你忙 那你就犯戒 自明为 犯众多犯 是犯污染起 若懒惰蟹 犯非污染起 所以这就是 只犯 你懒惰蟹 我没有犯事 我懒惰不去 我不要宁愿看电视 我休息一下 我为何要帮你忙 帮你忙很辛苦 你认为是这个没有犯 我又没有做恶事 你就犯戒 犯非污染起 犯轻的戒 不犯者 若病若无力 怎会不犯 你自己有病 怎可以帮人 帮不了 所以这些 这些不犯者 就是开源 每一个戒律 要知道戒律的 开遮饭 戒律的轻重 戒律的忏悔方法 若不犯者若病 你自己有病 怎可以帮 身体不好 帮不了 若无力 力量不够 这是physical 和monetary 自己的力量 如何和你走路 自己走几步路已经喘气了 自己年纪大 若无力 或是钱财 你想我捐多少钱 但我不够那么多钱 不是不想随缘 要做善事 你叫我捐一百万 我自己的身家只剩十万 我捐一百万 让我无力 若比智能扮 若要你帮助的人 知道他自己会做得到 肯定会做得到 你便不用他帮 所以很活的 菩萨界的开源 是比较活的 若比有多伴 若他有伴侣 相伴 他已经有很多人 跟他在一起 来帮他 作有人跟他作伴 若比所作事非法 若他所做的事 不如法 便不需要帮 非二 没有真实意义 便不需要帮 若以方便令 给调伏 即是若我不去 反为能够调伏他的心 所以我不去 在这情形是怎样 例如 他犯了很多事 你是他的老师 他犯了很多事 你要表示 他对他所做的事 是不满意 他今次叫你的时候 你便跟他说 你以前的这样的事 我今次不帮你了 因为你以前这样的事 他见了你不帮他 他感觉到惭愧 令到他调伏 你不帮他 反为令到他调伏 但这要小心 行事 未必 可能你不帮他 令到他更加厌恶 所以你要知道的情况是怎样 如前说 若先许他 什么叫若先许他 如果你答应了别人 帮别人 你已经答应了帮别人 你不可以去帮他 这是不犯 若比又怨 如果你帮他之后 他还产生很多怨言 你知道他产生很多怨言 你就不用帮了 若自修善业 你不欲暂废 如果自己正在做某种行持 修持方面 不可以暂废 你做伟罗 别人叫你去帮他 我现在在做伟罗 做月仲 做帮忙 我帮不了 我不可以暂废 若性暗顿 若自己也没有这个智慧 去帮你 越帮越忙 怎样帮你 我便帮不了 若乎多人意 很多人的意见都认为 那个人不可以跟他时常相处 跟他相处的人多数不是好人 若你又去作伴 走在他那里 人们会怀疑你 这是受了菩萨界的人 你看 那里参加 这个人时常赌钱打麻将 时常打十三章 打排九 时常都去他那里 这个人都是赌钱的 若乎多人意 但多数人都认为 跟这个人一齐 就是同流合污 那便不要去 若护曾祭 若曾团 有某一个规律 认为这个人 你不能帮他 因为揭磨之后 因为某某事 他要忏悔 或者做某某事 曾团认为 你不可以帮他 你硬帮他 不可以 若护曾祭 维护曾团的规矩 你不帮他 那就不犯了 所以有开源 第三十二戒 不看病戒 若菩萨 见雷病心 以亲恨心 不枉尖时 是名为 凡众多凡事 凡污染起 若菩萨 以雷病 雷病即是身体散药 身体 见雷病人 即是 若受菩萨戒 在家出家也好 受菩萨戒 见到有些身体残弱 而且病的人 以亲恨心 不枉尖时 是名为 凡众多凡 以亲恨心 即是不欢喜 不愿意 或是以前 与他有个冲突 有个磨擦 你不去看病 他以前骂过我 我怀恨在心 为何要看他病 我受菩萨戒 他骂过我 为何要看他病 你犯了 你以亲恨心 就算你受菩萨戒之后 他以前对你有冲突 骂过你 与你有磨擦有冲突 如果他有病 你不可以怀恨在心 你也要去看病 你不可以说 如果陈居士 很差的人 以前骂过很多人 他有骂过我 为何要看他 他往生他的事 为何要看他 你便犯了戒 而亲恨心 不去看病 因为《梵妄经》 《菩萨戒经》里面也说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什么叫福田 即是 田者 你耕种下去 你就会有收获 这个田 看病 看病 探病人 你以为浪费你的时间 这个令到你种好的种子 令到你增幅 是增幅的 那个田 看病人这个田 成为一个田 你一落种子 你就会增幅 即是说你贪病 是福田 八福田中 看病福田 是第一福田 有哪八福田 为何有福田 佛田 圣人田 增田 和尚田 阿借泥田 富田 武田 病田 八个田中 令到你种福的八个田 佛田也未必是第一 佛田能获一切福 灭一切罪 也不是第一 看病才是第一福田 这是《梵妄经》里面说 为何有福田 为何有佛田 你供养佛 这便是田 供养僧也是田 供养圣人也是田 供养和尚阿借泥 也是田 和尚就是你那个 揭磨师 得戒和尚 阿借泥当然是教授 如果你去到第二个佛子 去到第二个佛子 你依止佛子的主持也好 佛子的当事人也好 他就是你的阿借泥 你不可以看轻他 虽然他出家的日子 年龄比你小 出家日子比你迟 但是他在这里的主持和尚 或者他在这里的当事人 你去到依止别人 你食计是 他计划回来的东西 他也是你的阿借泥 虽然他比你年轻 他比你受戒少 他是你的医子师 你不可以看不起他 傅田 武田 病田 这些事慢慢再解释 是犯污染起 若你不太看病 犯了污染起 是犯了特吉罗的罪 若懒堕海怠 犯非污染起 如果你指犯 有作犯指犯 你前面就是作犯 你不看病人 亲陷身作犯 指犯 我没有说我懒 我没有这个亲陷身说不看 不动就不动 不动就不动 那些就懒惰在桌 不犯者 若治病若无力 上面说 一句戒律里面有个开遮饭 已经聚触了 遮是什么 第一段就是遮 若你菩萨犯了这些遮 开就是下面 若有着治病若无力 你明白 自己有病 又没有这个能力 若教有力随信 病者 或者你自己没有能力 你没有时间 你教别人 我现在很不舒服 你居士可不可以 带我去看病 你自己不去 你教别人去 若知被人自有眷属 你自己知道 他有五六个子女 又有太太 又有先生 看着的 你不去 有事情不去 不需要去 若比有力 智能经理 你也知道 他现在 伤风咳嗽 他自己可以搞定 他自己会煲药 你便不需要去 所以是很活 菩萨界是比较活 若病素素法 为什麽呢 他这个病 今日起 明天又没有 明天又没有 后日又起 日日 他病你也要去探 你便疲于奔明 我要受菩萨界 他病一个星期 病两天 第二天他又不病 第三天他又病 为了这手这个界 默守成规 到时你就惨了 心里面很不舒服 他又打电话给我 又说他咳嗽 我便不看他病了 法师我是否犯了戒 他明天他又好 欲病素素起 一时病 一时不病 时常都是这样 你不去都可以 他时常都是这样 若长病 狗病床前无孝子 他事常常病 除非你发心 这个人常病 我牺牲一切 我去照顾他 如果你常病 事常病 病几十年 你去看他 你自己不可以修行 你自己不修行到 常病 你不需要看 若修圣 亦不欲暂肺 若你打佛七 禅七 定期专修课程 亦不需要看病 若暗顿 自己外手外脚 帮不了甚麽 自己肯定知道帮不了 自己还有哮喘 到时候看病时 自己也搞不成 若暗顿 自己也不成功 便不用看 若难悟 我现在修行 我要主修法门 是很难证悟的 正在主修法门 我可以不去 难受 若我一去了之后 很难将法门 领立于心 我是一个长时期的修行 难辞 亦去了之后 很难辞自己的某个戒律 可以不去 难缘终住 即是不可以中途暂肺 若先看他病 即是答应别人 看别人的病 我不能去 这便开源 遇病 穷苦亦以 看病人是这样 对于穷人也是这样 不是病 某人很穷 这条戒律 亦apply to poverty 穷苦的人都要这样 不只是病 穷苦亦以 以穷苦来说 你又不去探病 又不去探他穷苦 他未必有病 但他很贫穷老倒 正如病一样 穷苦亦以 都要去探望他 这是菩萨界 说到第三十三界 不见恶人界 若菩萨见众生做今世后世恶业 以亲恨心不为正说 是名为凡众多凡是凡 染污起 若受了菩萨界的人 见到众生做今世的罪 现时做罪 亦做来世会受到报应的罪 你知道有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的时间是怎样分 有现报 有生报 有后报 三种报 现报现时就得到报应 生报 下一生 得到报应 后报 下两生 三生 四生 乃至无量 百千万亿众生 都受报的 后报 如果以 嫌恨心 嫌弃 觉得很麻烦 你不去奸他 他做错事 你都不告诉他 你嫌恨心 你就犯了戒 犯 突吉罗罪 下面就是开源 不犯者 若智无智 你都是初学菩萨 自己智慧不够 你不需要奸 因为自己智慧不够 你都不够他说 他说赢你 你和他解释的时候 每一句说话他都反驳你 你亦都没有这个智慧 与他辩论 若无力 你的福德 因缘力量不够 你自己没有这个地位 或者又没有份量 说话他不会听你说的 你便无力 若使有力者说 若彼智有力 或者你 请别人去劝奸他 别人已经答应了 那便不用去 若彼智有力 若你认为 他自己有善根 他会知道改 他自己有自觉力 若彼智有善知识 若以方便令彼调幅而传说 若他自然有善知识 跟他解释 你不理会他 他便会反省 那便不用去 若为正说 于我亲恨 若你 和他说 他反而产生生恨你的心 亲恨心 你又不需要跟他说 你越跟他说越生怒 你便不用跟他说 若出恶缘 若颠倒为 若反而招致他 你一向他见缘 要劝面他时 他会破口大骂你 若你破口大骂你 你便不如不要去 若颠倒为 即是 你去 见他不应做恶事 他反而颠倒他的心 或者令他 你这样见他 他会颠倒 他会自杀 你反而劝见他 也会引起他去自杀 或者引起他去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所以 你知道他 便不可以劝见他 所以做菩萨 要很大智慧 若无爱敬 若你去劝见他 他还对佛法产生反感 若伏给人 人性 性弊 龙类 弊就是 Evil 即是不好的东西 wrong criminal 就是弊 龙类 不调和 个性还强 很偏执 会偏执 偏执于一词 所以 这里我讲到 《不见恶人界》第33 今天就讲完了 请不吝点赞美丽 在这里 有点 不吝点赞美丽 不是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